演唱会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应该就一个吧 必须做到最好 我当时就给自己定的目标 而且目标是必须做到 做到自己达到的最好 最好的一个状态 女团老师 所有的每个女团老师都做 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可复制 都是不一样的经历 我18岁的时候我在干嘛呢 我后来想到我18岁的时候在做乐队 我18岁的时候是在那种地下酒吧里这样 这样甩的 我们乐队在进台中学演出 那一年就流行放孔明灯 那时候本来我们都要走了 看到有人卖孔明灯 比如说大家拼拼操漂 买到孔明灯 然后当时不知道你要干嘛 然后我们就在上面写愿望 我就记得当时有一个写得非常大的几个字 就是你想让我们乐队 以后能在八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 这是一个艰苦到连灯都没有的地方 来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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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排练了 这是我们以前的排练房 然后呢这个音箱好像也很多年没换过了 这个鼓好像也很多年没换过了 但是我的伙伴们还是也很多年没换过了 很多年没换过了 很多年没换过了 我个人觉得我对他最认可的就是琴记 当时我所接受到的所有高中生当中 我是觉得他是我见过弹的最好的 灵魂 对角和灵魂人物 对 我们几乎所有的歌都是他写的 对 都是他写的 其实以前很多我们当时排练的时候 真的在这个排练房里面热的呀 特别热 现在还有空调 我们那时候就光着膀子 光着膀子在这 走 对对对 真的是 我还以为这已经拆掉了 我们本来只是想做一个就是 在地下游滚圈有名的乐队 然后在上海有点名气 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去养我们的音乐 对对对对对 关键还是就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现在还是 现在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惊喜 没没没 我们参加了大概有三四个比较大的比赛吧 每次都真的就是努力到最后一秒 还在改铺子 还在想办法 还是有问题 但是每次都很开心 也都会学到很多东西 其实我并没有弹电吉他 学电吉他 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吧 都是因为他 因为当时我们两个坐在那边 就想说组个乐队 我就觉得木吉他可能有点拖大 所以就去学了电吉他 我从我们乐队唯一一个女生的角度来看 很少见同龄男生这么淡定和沉得住 当时到初中阶段吧 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呢 问你在干嘛 我们是不是出来吃个饭啊 压压马路啊或什么 因为我们家里都住的比较近嘛 每次打电话过去呢 他基本上都是十有八九都是说 我是在练琴 我是在什么排曲 就是这种东西 我也不是很懂 就搞这音乐方面的事情 一个人在外面读书 有的时候还是蛮苦的 经常会想起来他们三个人 经常会想起来 很多以前特别特别傻的时候 说真的是 是帮我 今天就挺过了很多 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时候吧 好 后来 这个苦梅灯呢 也算是比较顺利的放上去了 我问你为什么这么执着 因为 你后面回答我说 这就像我们的梦想一样 我一定要坚持的下去 7点一刻的时候 大概都先到 一到那个后面前面 他的时候就换着服装 直接都全带到后面前面 1 2 3 炸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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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張 我上去了 我要的風向 絕不清的造像 我要的音量 我要的夢想 讓我變成一首怪 我要愛愛愛愛 自由的光芒 我要愛愛愛愛 自由的光芒 這麼多人 因為這是一個直觀的感受 直觀的感受 知道有這麼多人去來 就為了看我一眼 就為了支持我 那天飛機還延誤了 我們晚上幾點到來 反正飛機延誤了好幾個小時 他們一直等著 我就看到他們 我也是好心疼 我去了泰國的三台 然後做了當地的這個節目 聽到意思 也是一種不一樣的體驗吧 節目的感覺又特別有 當地的泰國的這種風情在裡面 所以我們去